告诉主位 鬼神真有啊 跟我们生活是不同维持空间啊 我常常讲啊 就像一个荧光幕 电视荧光幕一样 不同频道啊 但是它在一起啊 我们看不到他们呢 他们也看不到我们呢 可是信息是相同的 为什么 灵性是一样的 所以他的 这个这个维持比我们高 他能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他 他维持比我们低的 他能感应到我们 我们也能够感觉到 他在现场 但是我们彼此 确实有时长 不一样 我们的念佛堂 供养他们的牌位 他真在 那个地方有他的位置 他可以给我们一起共修 我们课程完毕 回家去休息 他在他的位置上休息 生活齐聚 习惯 不一样 不是完全相同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要怎么想法呢 要想到他们在场 他们在做 于是我们对他们 要不要有礼貌 比如说有贵宾客人在这 我们对这些客人面前 要不要有点礼貌 要 我们对他有礼貌 他对我们有礼貌 我们对他没有礼貌 他对我们也没有礼貌 一样道理 所以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晚上吃饭 这是不得已 一般过去正贵寺庙 晚上决定不开饭 但是有生病 生病的例外 晚上可以吃一点东西 不能有碗筷的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真是鬼神 他们用餐的时间 我们动这个碗筷 没有去好好的供养 他说他生烦恼 他生烦恼 对我们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什么影响呢 我们的头脑迷惑 头脑不清楚 那是他的磁场干扰我们 他要是不干扰 他是生欢喜心的话 我们头脑清楚 彼此息息相关 所以在这个道场 无论哪个角落 都有我们看不到的众生 这真的不是假的 还有 这个我们能想象得到 这个地方没建大楼之前 这块地是什么样子 地上有没有这种树木花草 肯定有啊 这海边啊 那建坊呢 砍掉那些树身 那些花草身 干不干击 有些有福报的 算了 谦虚 搬家搬走了 还有一些呢 怨恨很深的 他就在这里不走 变成此地的地基主啊 这些地基主被这个大楼压在底下了 这是你们现在今天走运的 他无可奈活 到你运衰的时候 他就现前了 那个时候你麻烦可大了 不舍佛的人不知道 所以这个加深的时候 到后头又败亡 与这个通通都有关系 那加的兴旺的修了 要常常感恩这个地主 这个地主未必是人 以前在这个土地上那些 众生 那我们懂得给他公白位 我们懂得每一天念佛送经 做一切功德都给他回向 这个好 这他变成护法了 我们大家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 这一个大楼也是好些社会 这样就好 可是你懂得 你要这样做才行 你不懂得不行 那么试问问今天几个人懂得 然后你再细细观察 这些发财的人 公司倒闭的人 衰败的人 我听说平均好像现在 这些爆发户起来的时候 大概只有三年 什么原因 我们看得太清楚 太明白了 你在发的时候 你对不起天地归神 你只瞒顺你自己的自私自欲 瞒顺你欲望 你周边的人事 你对不起他 你都是损人利己 更对不起鬼神 原因很复杂了 不是那么简单的 这中国过去老祖宗的教会 你看这个年届的祭祀 为什么要那么浓重 报祖宗的恩 报父母恩 报社会上 一切对我有帮助人的恩 报天地归神 忽持着恩 通通都孤岛了 不是迷信 等到你死了 入到那个境界 你才知道了 那时候太迟了 来不及了 所以念语有一句话说得好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这个话是真有道理 越想越有道理 所以要存一个恭敬的心 真诚 那真诚表现出来 自然是恭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